项目编号 SCP-1249瘟疫 项目等级 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 在这篇档案被写下时 SCP-1249被收容于Sector 主体被收容于一个配备两级密封舱 由闭路监控摄像头全天观测的6米 by 6米规格的密封 BSL-4级收容间 SCP-1249收容间内的气压应该被保持在70kpa 收容间内将配有一张床 一个配备了受控制的管道系统的卫生间 一个空气过滤网和一个观察窗 收容间内的光线应被全天限制在30kpa以下 主体每天将被给予3次500克生肉 2公斤活体无脊椎动物和1公斤植物材料 SCP-1249收容间将被穿着A级危险品防护服的人员 每天至少清洁消毒两次 描述SCP-1249是一个大约76公斤的人形实体 主要由许多种类的陆生无脊椎动物组成 尽管CAP扫描显示了实体内部有人体骨骼结构的存在 实体的皮肤和内部器官完全地由无脊椎动物群所替代 动物群完全地取代了实体的肌肉系统和器官的功能 任何被从动物群中移出的个体都不会显示出异常 直到他们回到SCP-1249 实体可以在受伤状况下吸收正常的无脊椎动物进入他的身体 但是SCP-1249的人体骨骼结构不能从伤害下自愈 当实体被暴露在超过45坎德拉强度的光照下时 实体会失去人形 动物群将分散在大约300平米的区域 SCP-1249以平均每小时30毫升的频率分泌透明粘稠液体 显微镜检测显示这种液体内含有多种微生物和病原体 目前确认的病原体包括重型天花、麻风分支杆菌 鼠疫耶尔辛杆菌和扎伊尔埃博拉病毒 SCP-1249液体表现出了能够维持微生物感染 和能够仅通过短暂的皮肤接触就传染病毒的能力 主体不具有发生能力但是具有较好的毒血能力 均需与其进行适当的沟通但由于其缺乏细小动作的行为能力 所以往往使其比计难以辨别 SCP-1249主要以古典阿拉伯语书写 但是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有关亚拉姆语的知识 附录01-SCP-1269液 在北美的一个小镇附近 在一场类似英国初汗病的轻微疾病爆发后被发现的 紧接着又有经常被目击者描述为一个用虫子做成的男人的流言出现 尸体在初次被目击后的五天被收容 既已删除程序成功向每个目击者执行 附录02下面是SCP-1249液 二是第一次试图与基金会工作人员交流的翻译记录 我们经受了来自他的诅咒 他难以辨别发过是不可辨别 你Adam只有不可辨别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1249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